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希望通过推广青年义工服务 培育青年对社会的责任感 贵属感和主人翁意识 为他们构建积极正向的人生观 接触社会不同界别的人士 学习在课堂以外的知识和技巧 扩阔个人和社交网络 香港义工联盟自力弘扬义工的精神 促进社会关外互助共融服务大业 发挥自身自然协助政府解决民生的困憂 48个团体会员搞白多支义工队伍 和超过10万名义工透过他们的实际行动 用爱心和智慧 为有需要的人士伸出了援手 香港义工联盟日前在湾仔医馆 举行结出义工家许礼 行政长李家超 全国政协港澳台乔联会副主任王荣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香港义工联盟主席譚錦球等 作为主例嘉宾出席 政商各界以及各社团义工组织都聚首一堂 为鼓励一众无私奉献的义工 现场颁发结出义工奖项 包括结出义工领袖 结出个人义工及青年义工奖等等 今年共有2700名优秀义工 以及200支义工队德奖 香港义工联盟已成立十年 多年来一直宣扬义工文化 未来他们有什么计划呢? 获掌的义工也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那在我的角度就是 我想在自己住的地方可以做一点点 令到社区也好或者社会也好 可以进步一些 只要每个人有个心去做一些 我想即少成多 整个社会会有进步 我们有组织很多的新来港的青年 以及是在港的青年人 有更多的一个融合交流的活动 那我也是希望像我当时一样 来到香港的时候 是有前辈的代理 那我们一代作为一代的 把这份爱无限的去传承下去 最近看放的那个老人家 他99岁了 是独居的 那他见到我们义工上来的时候 他是开心都想着我们吃的 他跟我们说 他不是没钱没物 最可怕的是孤独 所以他很希望我们多些办法 这个活动 希望我们的义工多谈一下他